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花莲慈技艺院学医种的科 李启臣医师 目前是担任中华民国骨髓医植学会的李市长 现在治疗血癌的话 除了非常传统的化学治疗之外 也研发出很多新一代的标靶药物 这些标靶药物有口服的 也有用打针的 打针的里面也有用单株抗体标靶药 也有用单株抗体再结合上一些很特殊的化疗药 协同来控制 同时也有所谓的细胞治疗的研发 叫做所谓的卡T 我想在心情上是要非常的乐观 要给自己用正能量 再来的话营养也是要适度的补充 所谓的就是要吃得好 不要太去烦恼 所以要睡得饱 像心情好吃得好睡得饱之外 我也鼓励病友们要多多运动 适当的运动 可以让我们的细胞脚比较活泼 增加了一个抵抗力 增加了便利力 主持人现场贵宾大家好 我今天很荣幸 在路受邀来 今天年度最全台湾 非常重要的癌症高峰论坛 今天我觉得我们就是台湾队 特别是我台湾队一些很重要的好伙伴 学医科的医师 像刚才袁冰医师 滕杰林主任 袁冰很幽默 大家都看得到 不过这是真的 不过我今天环顾现场 今天台北很冷 现场穿短袖的其实只有两个人 主持人可能是为了主持不得不 那那个袁冰医师 他不仅你短发 他还穿短袖 那其实呢 刚刚呢 腾鞋主任 他平常也是穿短袖 但是因为今天 他可能觉得从台中来 在高楼上不好意思 他穿上细装 那为什么袁冰都穿短袖呢 一定是勉力力非常好 才有办法抵御这个寒流 那正好呼应 我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 非常爽动 血癌能够将来完全免化瘤的突破 那必然一定是要靠勉力力 这件事情 好 那我今天是以 极性淋巴性血癌来做这个例子 那这个图是显示说 全球呢 现在如果是很标准的 极性淋巴性白血病 我们叫ALL 它的治疗的过程 其实是很漫长 我们看左边的紫色的霸 不管大人小朋友得到这个血癌的话 诱导性化学治疗 大概就要奋斗一个月了 化疗一个月 那一旦化疗成功之后呢 它可能就要进入巩固 维持性化疗 约末25个月到30个月 那接近是大概两年到三年的一个时间 很漫长的化疗 那更不要说如果是高风险的 它甚至要 就是箭头下方的 要就是赶快切入液体造血 骨血干细胞液体 才有机会来根治 那经过这样的奋斗之后 最终的成功率是多少呢 那小朋友比较幸运 小朋友若是ALL 经过这样的奋斗之后 可能有85%的机会可以根治 但是成人就很抱歉 成人常常是高风险者 可能他的成功率 事实上是 根治率是小于50%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如何敢有这个胆量来说 如果刚罹患这个ALL的病有的话 有没有办法完全免化疗来根治呢 那这样观念突破 真的有慢慢的实证医学出来了 我们就以挑战 这个最困难的 成人最困难的 这个急性淋巴性血癌 我们叫做肺成染色体阳性的血癌 简称叫PHAR 那这个血癌的话呢 以目前国际上最标准的治疗呢 就是要化学治疗 然后一定要再做标靶治疗 然后呢还要再做骨髓移植 可能要这么做 这样子根治治疗才会提高 可是事实上呢 成败难料啦 说真的 经过这样的奋斗之后 也许可能70%可以根治 但是可能还是有相当比例的人 失败在某一个路程当中 那我们就以这样的 这么困难的成人的 非成长色体的AL来做例子 真的有推出免化疗 chemo free 免离子 就是BMP sparing 这样的概念出来了 那就是用 所谓的第三代口服标靶药 比较新一点标靶药物 来抑制这个癌症的基因 然后搭配了比较新的一些标靶药物 特别是一些新世代的抗体的注射药 这类的药物 那真的有临床试验 在这几年这样的进行 用第三代的这个标靶药物 抑制这个血癌 它的一个基因结构的部分 然后用所谓的Bite 这样的新世代的双抗体的一个控制血癌方式 我在这边给它用现名的一个示意图 这个癌细胞在下面 Tumor cell是血癌 那这个Bite 这个一个抗体可以抓住它 那在另外一个抗体呢 它可以抓住我们的免疫细胞 T细胞 让T细胞来攻击血癌细胞 我把它说好像有点像是 宪明来通报给免疫细胞 那经过这样的治疗之后呢 真的在今年 就在今年1月份 已经我们在全球很重要的Paper Lance and Pathology 已经发表初步的结果了 在美国有40位新诊断 这样的40位的受试者 年龄介于38到72岁 那用这样的免化疗的方式 第一年的无病存活率 已经高达95% 那第一年的总存活率 也高达95% 那虽然只是最终到第一年 但是呢 这光明的远景 终于一个曙光出来 那这样的一个研究呢 我特别把这个原文 把它列出来 是在美国的 非常有名的癌症研发中心 在德州的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那当然是一些英文 但是我把它稍微 把它的摘要 做很重要的中文的揭入 简单说呢 用这一组治疗的话 整个的目标就是要 朝阳说可以免除化疗 甚至免除骨髓医植的毒性 来达到长期根治 这个血癌的可能性 好 那刚才是说 刚新诊断 已经有这个曙光 那如果是说 在以前救的病人怎么办呢 救的病人得到急性 这个血癌 那他也治疗完毕了啦 也化疗了啦 甚至这个巩固疗法 两年多了啊 甚至他可能做了骨髓医治 结果他现在又复发了 那他现在复发之后 还有没有办法免发疗的一个 治疗方式呢 真的是有 那这个图是在说 如果特别我们成人 这种成人大部分是高风险的血癌 一旦 如果刚刚讲的剧情 一旦完成治疗之后 一旦又复发 五年存活率 大家看这个存活率 几乎是触底 大概平均 大概7到8个percent 还有机会根治 所以可以根治的几率 是非常非常的低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敢去讲说 可不可以免发疗 可以再度根治呢 那我又就是再度 让大家复习这个 所谓的 我举的例子说 腺敏的抗体 Bite 那一端呢 这个抗体抓住血癌细胞 一端的抗体呢 抓住免疫T细胞 然后呢 诱发我们的T细胞 来消灭癌细胞 那这样的治疗模式里面 是完全没有化学治疗的 这是Bite它的角色 那另外呢 就是刚才 袁斌医师 其实讲到卡T的角色 那事实上在明天呢 癌症高风动物团 也有卡T的专题 我就不多讲 那简单说呢 这一颗这么 七角八角这样子的 伸出脚的这种血癌细胞 那如果我们 基因改造之后 让我们改造我们 T细胞基因 让我们这个T细胞 免疫细胞 可以像 愚人病例这么强 他常年都穿短袖的 这样子 可以消灭癌细胞 那多好啊 所以这个是卡T 免疫力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我就是分享 我们之前 五年前在 患者机医院 一个病人 那这个川南色病人 他事实上在2017年 就已经得到 这个AL血癌 那也是很标准 在2018年 就把他进行骨髓移植 那结果呢 当年1月份移植 当年年底 10月就复发 血癌就复发了 那复发之后呢 我们先推出宪明 拜的给他暂时控制 那控制下来之后 那给他 当时呢 五年前还没有 那么样卡T在台湾 我们用比较时间性的卡T 帮他治疗 那所以 2018年的事情 现在已经2023年了 对不对 所以他已经 复发之后 又再度 免化疗 免疫止治疗 已经五年了 所以 这个这样的梦想 是有可能会成真的 好 那在这样的故事里面 我们当然就问说 凭什么 Kemophil 免化疗 然后Transpensbury 免疫止 可能可以控制 这么困难的癌症 它的基短到底是什么呢 难道真的 这个密码真的 在原冰的短法 跟它的 这个短袖呢 这样子 冬天不怕冬天 癌症的侵袭呢 那我就必须要再强调说 我的看法是整个 就是因为 这样的治疗模式 恢复了病人的T细胞 那我们给它 适当的基因改造之后 让抗癌更好 那简单说是说 如果今天万一 血癌真的复发了 那我们既然用 标保药来控制它 不要太用太强的话 去伤害 那这样的话 不要太伤害 我们体内的一些T细胞 那尝试恢复它的功能 那如果有一些高科技的治疗 比方说 可以搭配卡梯进来 那这样子呢 治疗成功之后 预防血癌复发 那我今天就是上一个DEMO 患者是一个病人 以这样的模式 他已经五年 五年都已经无病存活 已经回去上班了 好 那我们稍微再复习一下 这一张图 也就是说 现在病人 如果真的得到 急性淋巴性血癌 标准的 全球标准的治疗 就是在这张图里面 那左边紫色的 就是说 可能大家都是要 默默地接受 一个月的化疗 那辛苦之后呢 如果有成功 就可能走上面的巩固 维持性化疗 可能要25到30个月 高风险的人 就中间就要插队 去做骨髓遗址 而最终成功率 海统大概85% 那成人的话 可能就是50% 这是目前 全球的标准治疗 那在这个标准治疗 情况之下 有没有可能 我们从中间 怎么样去切入 可能虽然是要化疗 但是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减少化疗 如果说 那第一个月化疗 是无可避免 那可不可以减少化疗 有没有这样的观念 跟这样的一个做法 在全球在进行呢 那跟大家分享 真的是有 那就以这张图 那我们在右下角 这位教授 Dr.Dario Campana 他是全球的 卡T 卡这个基因序列的 发明人 那他当年发明人出来之后 这个专利由 诺华公司 给他获得 做临床试验 所以他实际上是 最原始的发明人 那他当年在美国 这个研发出来之后 后来人家新加坡 很厉害 新加坡 把他挖桥到新加坡去 所以他目前 是在新加坡国立大学 已经在那边 已经有五年以上了 那他正好 这一两年开始 做一个 在新加坡 推出一个 很重要的临床试验 就是说 这类血癌病人 大家还是给他 做第一个月的 诱导性化疗 那诱导性化疗 做了之后 就直接做卡T的治疗 那这个临床试验 正在新加坡国立大学 在进行中 而且他其实 在一两个月前 来台湾分享 这样的一些 初步的结果 但有不少病人 就这样 一轮的化疗之后 做卡T 已经有开始 不少病人 就直接就成功了 那所以今天呢 就是短短的时间 的分享 那就是说 我特别很喜欢 这句要分享给大家 是Amazon的创办人 贝佐斯 他的自传里面 写的话 他说他天生乐观 他非常的相信 只要发挥巧思 把那个头发 离短一点 短袖拿出来穿 认真发明 下定决心 投入热情 我看那个援斌 腾监主任 为什么他们敢穿短袖 他因为热情如火 投注在这个领域里面 是我们台湾对 明日之心 那我们设定明确的目标 就能够突破框架 来开创新局 那以上是我简短的分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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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